前锋是蔡亮 两个内线 曾文顶再加上张兆旭 够高的啊 曾文顶是拉出来投篮 对 北京队这边呢 刚才介绍了三个后卫 方硕 刘晓宇加上王肖辉 两个内线呢 是朱延熙加上汉密尔顿 好 比赛开始 这边啊 王肖辉很激进 找三分点 所有的都是在外线做文章 方硕的中距离 方硕上来打二 刘晓宇 要时间了 哎呦 厉害 这是今天比较干脆的一个在外线 看一下这边王肖辉仿佛里戴特飞戴特进去了 好球 都推得快 看一下手盾突破之后抛头 好球 前面还赢着董汉林的防守 这边拉尊 撤步 机会不太好 但是仍然头中了 朱小宇进来了 好球 哎 这一下 穿越啊 很显功夫了 这里头都是层层叠叠啊 也没有机会 哦 墙头 饿归三加一 担一点这个组织的任务 就是怕他累嘛 我就让施宇晨防刘晓宇了 因为卢汉珍事实证明了 力量身高 其实刘晓宇身体已经够单薄了 但是卢汉珍比较还单薄 身高还差一点 好球 好球 跳的 大王小辉好的三分并重 这个换人可见雅尼斯多大胆 长林的换防 这个球防得不错 这边是罗汉珍鼓雷一篮 这铁两边投篮命中率一个33% 140% 其实长林防得不错 好球 漂亮 弗雷戴特 弗雷戴特这个 钻人缝加一个转身 单脚起跳还后仰 好像这一系列动作太难了 因为最关键就是他现在单外援我打的 对 好球 米娜拉斯 很快 对 所以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放手基地这边汉密尔顿 刘晓宇再回给汉密尔顿这下漂亮 这个刘晓宇在串联全队方面真的是这个反应特别快 嗯 47号施雨晨 好球 米娜拉斯 这个特色就是个人发挥 呃没有了贾晓川 他这个点的发挥是非常 突出的 嗯 甲尔川一般都是打替补出场 对啊 对他是针对于你的双脉元来配置 嗯 一打一 刘晓宇看能不能打一个 后手吗 太慢 对 太慢 因为 拿着王潇辉 这个球 嗯 漂亮 上海队整个防守阵型组织不错 看方硕这球 三分球有了 下半场北京队三分开始回暖了 这篮下 韩密尔顿再回出来 好球 漂亮 方硕机会又出来了 这个要进了 好球 三分再进 这次是北京队打到现在最成功的一次 战术转移 看这施宇晨呢 我觉得他得攻起来 你不攻起来 这个点是浪费掉的 不 太亮了 三分九 漂亮 给进去 他没有给 哦呦 这球 好球 二加一 方硕 他有想象力 嗯 看小伙现在进步真打 也该到了出成绩的年龄了 没错 我们看前两场他们交手的比赛 哎 他不打了 五秒钟 方硕 这一截方硕可以的 方硕这一截投进了三个三分球 球没拿回来 又一个前场板 外线明达拉斯 门门在进 这是张手就有啊 哎 他已经是倒了 他没输了 嗯 可以再抽策给出来一下 吴伟今天第一个机会 好球 这是他的算 刚看着他没人都还穿了一双联名的篮球球 哎 一脚太亮这一截的第二个三分球 好 就是要求对普利戴特任何时候都要换防 又来一个 又卢伟 人家找机会 哎 哎 他自己搞的 那这也能也算是非戴特一个助攻吧 卢伟三个三分 三个三分球了 但是如果两分都没有就麻烦了 索盾的反击 哎呦 他看了一打二 我的天呐 这才是索盾的 闲场一打二 好 咱们就被明娜拉斯拿到了 再来一个 还有两秒 再来一个 哦 真进来啊 就是 哦 我的天呐 明娜拉斯这太厉害了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 说实际上话真是瞄的 出手弹道非常正 索盾 他体能好啊 哎 哎 哎 这球居然进了 缺就缺外线嘛 嗯 他要外线稍微好点 他之后可以用明娜拉斯了 好球 方作 对吧 说刘晓宇跟方作 云毅给给他 嗯 他只能不配合自己打了 直接拔起来 哦 第一个 带着 啊 这几个漂亮 看一下 好球 漂亮 太亮 太亮那几个头篮行 哎呦 走开 嗯 成熟 哦呦 厉害 这也是到 这个NBA的三分线的距离了 聪明不聪明 手盾 哇 比较 好球 那就说他得有三分 还没有三分光靠突破是不行的 对 卢伟 哭 卢伟四个三分 上海队真的是在 对福利赛特不准的那段时间里 所有人都把三分球手感给培养起来了 福利赛特 拿着 哇 卢伟接头 又来 这北京队就麻烦了 哎呀不到五分钟了 我这有点傻 四分钟还行 他想把球给到最有把握的 找到点的时候那 难以 难以足的 就跟那个 你看那个CBA CBA那个三分最火的队人呢 想看很长时间的三分 断了一个 有没有破敌之计啊 防守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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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呢也不太够了 两分钟 来啊 防守 防守也进了我 他也进了我了 太保守 有人得突破 得突破的两分 守汉林出来给福利赛特做点货 我把我了 直接盖掉 出来看卢伟外线带头 哎呦 三分 哎呦 远距离两分 两分啊 远距离两分球 防守 对对方特点的遏制怎么样 山本场是遏制住的 嗯 山本场没有遏制 好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上海队是在客场 104比95 九分的优势击败了北京手钢 这样呢 这轮系列赛的总比分是来到了 1比0